我国共有五千余年的历史,在历史的长河中,我国曾历经了许多混乱时期,其中便包括五胡乱华,在该时期,许多朝代都曾犯下相同的错误,大部分朝代的统治时间也只能维持几十年,北周时期曾发生过一件奇葩且离奇的故事,这究竟是什么呢? 历史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,成功往往源于失败,辉煌多得一余危机,北周末代君主宇文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的昏庸无能加速了北周的覆灭,却因为这个原因催生出了一位伟大的君主,隋文帝阳间,并最终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代盛世。 一代明君难免生不孝子,572年,北周五弟宇文雲彻底掌握大权,将长载宇文雲奉为太子,当时的宇文雲才仅十三岁,正值花季年少,宇文雲为人极其刚正不恶,他一生征战沙场,以严厉主称,为了培养宇文雲成为一个贤明君主,宇文雲对他要求极言,无论酷暑严寒,宇文雲都必须起早贪黑劳作,稍有懈怠就会被鞭吃, 长期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下,宇文雲表面上看似老实顺从,心里却暗自对父亲反感,他性格,不喜欢受约束,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早熟心思。 宇文雲严厉管教的用意是想培养儿子成才,却不料这个举措在宇文雲身上完全起了反作用,作为一代明君,宇文雲当然希望培养儿子成为一名贤明之主, 但他过于严苛的作派,在宇文雲身上势得其反,年幼的宇文雲对父亲的权威唯命是从,可心中却早已对父亲的作风埋下反感。 此时的宇文雲刚刚十三岁,正是血气方刚,个性张扬的年纪,他验憎父亲的管教与约束,渴望能够肆意妄为,可惜宇文雍的棍棒和鞭吃丝毫不因他是皇太子而熟人。 严厉的惩戒反而让宇文雲心生叛逆,表面装作老实,暗地里却蠢蠢欲动,等待着反抗父亲稚固的机会,太子失格,暗地荒野无度。 五七八年,宇文雍在征讨途中突然病死,宇文雲以十三岁之灵继承大统,成为北周末代君主,终于摆脱父亲稚固的他欣喜若狂,开始了毫无节制的挥金如土生活。 宇文雲不仅同时册封五位皇后,还经常沉迷酒色,长期泡在后宫不问政事,更令人震惊的是,他还曾经多次偷偷潜入监狱,强占一名貌美的女球朱满月。 朱满月十年二十五岁,是因家人犯罪而被牵连入狱,他生得美艳动人,一头飘逸秀发,举手投足坚,尽享高贵气质,宇文雲一看到朱满月的妖娆姿色就无法自食,粗暴地侵犯了他,事后还不知悔改,多次前去狱中与朱满月苟合,一个十三岁的皇帝就这样公然违反礼法。 荒言无度,让朝野上下人人自危,身为太子时他就已暗藏花心,一旦没了钳制,欲望便毫无底线可言,宇文雲促然离世,对于刚刚脱离父亲管制的宇文雲无疑是个巨大的解放,他迫不及待展现起真正的本性,开始了毫无羞耻可言的生活,整日游戏人生的宇文雲不问朝政,任由大臣们自生自灭,他沉溺于后宫加历,甚至屡屡溜出宫尽, 在监狱中强占入狱美女,其中他多次侵犯的朱满月,不仅美艳动人,还有着高贵的举止态度,即使被关押在牢狱之中,他还是保持着干净高洁的品格,朱满月这样的高领之花,被十三岁的宇文雲肆意玷污,让人不寒而栗,一个未成年的君主就这样放纵欲望, 可见宇文雲的人品有多么腐朽,他仿佛只等着宇文雄一死,就可以卸下假面,毫无节制挥霍人生,朝政腐败,载入史册的昏庸君主, 因此许多大臣纷纷建议宇文雄改立皇储,认为宇文雲不配继承大统,然而还未等宇文雄采取行动, 他就已病逝,宇文雲登基仅仅一年,就匆匆把地位传给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,自己则安心当起太上皇,整日游戏人生。 五百八十年,宇文雲病死,十年仅二十二岁,他死时已濒临疯狂,经常自言自语,神志失常,宇文雲这样的昏庸乖章之主,注定无法巩固周朝江山, 在他手中,北周国力日渐衰败,内乱贫生,而是就表现异于常人的宇文雲,早已被朝野视为一个失格的皇帝, 他荒颜无度,政令不举的作为,更使北周一蹶不振,加速了他走向灭亡的命运,宇文雲的荒颜行径早就让朝中的清明大臣看在眼里, 他们纷纷向宇文雄进言,劝他改立其他皇子为太子,因为宇文雲的德性显然不符合一个帝王。 然而宇文雲还来不及采取行动,就已不幸离世,作为心腹大患的宇文雲得以幸免,继承了皇位。 他上任后的所作所为,更证实了这是北周江山的巨大灾难,在宇文雲手中,北周蒸蒸日上,权力加强的局面急转直下, 他不问政事,任由朝臣为非作歹,国力节节败退,还经常号召边境军队回京狩猎游玩,削弱了北周的军事实力, 一年时间里,宇文雲就将北周推向了灭亡的边缘,八十年建立的政权,就这样轰然倒塌,诸多祖宗积累的基业,也化为乌有。 宇文雲这样的昏君,注定要被历史定上永远的耻辱住,外戚女婿杨坚续北周基业, 在宇文雲无能腐败的统治下,北周国是日衰,为了巩固权力,武则天于五百八十一年废除宇文雲的儿子,改立宇文雲的女婿杨坚为帝,并建国耗随。 杨坚就是日后职业生涯辉煌的隋文帝,杨坚的夫人杨丽华,是宇文雲的心腹大将杨忠的女儿,早在宇文雲年少时就被许配给了他,杨坚从小就跟随宇文雲征战四方, 正着手腕和军事才能军事一流,受到宇文雲的重用。 他在五百八十三年完成统一南北朝的大业,使得隋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此后,杨坚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隋朝江山,如整顿立志,改革科举,推行军田制等,使隋朝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,可以说,正是宇文雲的昏庸无能,让原本作为心腹的杨坚有了接班北周的机会。 同样出身军阀世家,杨坚凭借过人的政治魄力和雄才大略,一举成就了隋代的盛事,宇文雲的腐朽统治最终导致北周覆灭,朝中大臣意识到必须扶持一位贤明君主,以挽救江山社稷,其中,杨坚以军事能力出众而备受宠建,他娶宇文雲心腹杨中之女为妻,与皇室关系密切,宇文雲在世时,杨坚就是受重用的心腹, 曾跟随征战沙场,立下赫赫战功,在选择新的君主时,杨坚的才干与血缘关系成为他的最大资本,终于在内乱四起。 北周濒临灭亡的边缘,杨坚应天意而受善登基,建国隋朝,杨坚即位后,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局面,不仅停定内乱,还完成南北朝的统一大业,使隋朝一统河山。 此后他整顿励志,改革科举,力促经济发展,使隋朝成为盛世,机缘巧合,俘获相矣。 历史的发展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,而是滚滚向前,螺旋上升,宇文雲的失败是杨坚获得了施展报复的舞台,放眼朝代兴衰,许多王朝的建立都源于前朝君主的昏庸无能。 历史舞台上,失败者的倒台常常铺就了新王朝的道路。 无心插溜溜成音,朝代更迭如命运安排的神奇剧本,民族英明的君主与昏庸乖张的统治者,交替推动着历史变迁的巨轮,我们不必过多评判历史,也无法对应了了英国,唯有不忘昨日的教训,不断完善今朝的智力,方能开创更加繁荣富强的未来。 历史并非一帆风顺,它更像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,需要不断的,宇文云的昏庸无能似乎注定了北周的覆灭,但正是在其失败的基础上,杨坚获得了施展政治报复的机会,并最终建立了一统天下的随朝。 我们不能简单的批判历史,因为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的因果,宇文云的失败成就了杨坚的辉煌,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安排。 当我们回望历史,会发现许多伟大王朝的兴起,都建立在前朝统治者的失败之上,这其中蕴含着历史的深意与必然规律。 我们不能对应了了因果,但可以通过反思历史获得启迪,唯有汲取前人经验教训,不断完善当今治理,才能开创更加灿烂的未来。 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,我们仍需努力前行,历史滚滚向前,城也萧条,败也荣华。 我们不应被表面的兴衰迷惑使听,而要洞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,一位昏君的失败造就了一位明君的辉煌,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闪光点。 我们既不必随波逐流谴责历史,也无需苛求历史给出标准答案,唯有汲取历史智慧,才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。 宇文云的一系列荒唐举动,让时任大司马的普六如坚暗自欣喜,按照年龄计算,宇文云继位时才19岁,而普六如坚已经37岁了,即便普六如坚有取而代之的想法,恐怕也熬不过这个年轻皇帝,但没想到的是,宇文云因为身体被掏空,刚21岁就一命归西了,只留下7岁的小皇帝宇文产和毫无家族势力的生母朱满月。 当年的女囚就在宇文云死后第二年,普六如坚代周称帝,恢复汉姓阳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杨坚,显然宇文云的早王成就了杨坚。 明朝史学家曾用千古一帝来评价秦始皇,实际上,杨坚的贡献同样配得上千古一帝的称号,他不仅重新统一了分裂270余年的中国,更是全面恢复恢复汉制,让汉文明得以完整延续。 美国学者迈克尔,哈特就认为,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中国皇帝,第一位是秦始皇,第二位就是隋文帝杨坚。 美国大夫 library的女人 新闻。 美国大夫。 美国大夫。 感谢观看